2012年7月 一架飞机在坠毁前 一位乘客拍到了恐怖的一幕 紧接着在坠毁地附近 高中生杰克 拍到了飞机坠毁前最后的画面 瞬间很多零件像雨点般散落在地上 这看似是一场悲惨的空难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一定能让你瞠目结舌 很快 龙岩龚龚 刺鼻的气候位扑面而来 救援此时还没赶到 杰克检查了自家的房屋 发现妹妹房间的屋顶 被砸穿了一个洞 此时母亲已经慌了神 就赶了回来 杰克告诉父亲 除了房顶 他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 掉进了离他们家不远的池塘里 父亲让他不用了 赶紧关掉相机回屋里去 屋里母亲发现电话和网络已经被封锁了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妹妹 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一辆军用直升机 从他们家房顶护笑而过 发生坠机十分钟后 第一批救援终于赶到了 父亲准备开车去现场看看 杰克也想去 却被拒绝了 很快 电视里就包包了此次空难 飞机竟然就坠毁在 离他们家不远的一片空地上 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听到 池塘那边传来了奇怪的响声 他不顾母亲的阻拦 拿着相机来到了池塘边 故意的事发生了 池塘里冒起了青色的烟雾 一股难闻的气味 瞬间让他感觉到窒息 就在他好奇 是什么东西追入这里时 突然 旁边的树林里 一个身材矮小 全身优恶的物体 一闪而过 杰克先是一惊 然后顺着他淘宝的方向 就追了过去 神秘的撞击事件 惊人的解密视频 诡异的未知生物 故事继续 杰克追到了仓库附近 他发现 仓库的门好像刚刚被打开了 他既恐惧又好奇 慢慢地走了进去 突然一声怪想 他吓坏了 急忙跑回了家 他叫来了父亲 他们先查看了池塘 然后向仓库走去 提出父亲根本不相信杰克的话 但他刚进入仓库 灯泡就被烧坏了 杰克打开了夜市仪 和父亲向仓库深处走去 就在他们四处检查时 突然 一个东西以极快的速度 钻进了地窖 父亲刚准备下去 杰克再次发现了那个小家伙 他尖叫着让父亲小心 父亲关掉了手电 拿起相机 借着夜市仪 他来到了地窖 越往里走 动静就越明显 为了给自己装胆 他抄起了一把钉帆 然后小心翼翼地 向传来声响的地方走去 突然 在仓库最深处的格党里 一个打伤人死万幸人的怪物 向他扑了过 相机被打过后 父亲变回怪物扭倒了起来 撕扯了奸细 他捡起了地上的钉帆 制服了怪物 杰克听到了声响 急忙跑了下来 此时父亲的精神 还处在高度的亢奋和紧张中 杰克问他那是什么 父亲说他也不知道 那家伙长得像人 但不是人 而且他还用爪子不停地抓我 二人不敢再靠近 杰克请求父亲 说他想过去看一眼 就一眼 父亲只好答应 看完后 杰克震惊不已 他知道就这一下 他的视频将会被载入史册 就在这时 院子里突然传来了说话声 出来后他们发现 几辆大型SUV和一堆黑衣人 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并和母亲说着什么 父亲让杰克留在这里 他自己走了过去 黑衣人和父亲进屋后 其他人开始检查四周 杰克逃回到屋里 发现黑衣人正在盘问父母 问他们家里有多少人 屋外有没有装监控 有没有发现异象 父亲都回答不知道 或者没看到 随后那个人收走了 砸穿屋顶的零件 临走前告诉他们 如果有什么发现隐瞒不报 那是重罪 最后的这句话 让一家人陷入了掌握 父亲将发现外星人的事 告诉了母亲 母亲震惊不已 大叫了起来 让他们赶紧交给黑衣人 杰克觉得 轻易交出去 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等事情结束 将外星人曝光 他们将获得巨额的财富 父亲似乎被杰克的话触动到了 不管母亲怎么反对 他决定暂时先不说 随后二人来到地窖 将外星人拖回到了家里 然后将他锁在了地下室 就在他们刚放下不久 外星人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开始剧烈地挣扎 然后更加诡异的是 楼上的妹妹 像犯了病似的 不停地大脚抽搐着 说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 妹妹抽搐了一会儿后 终于冷静了下来 看着他们把外星人带到了屋里 母亲越发地生气 她决定带妹妹离开这里 然后就在这时 妹妹突然想变了一个人 死死地盯着窗外 杰克好奇地去窗前查看 她发现很多鸟 莫名地聚在了一起 疯狂地鸣叫着 紧接着 天空中出现了一团厚厚的云雾 伴随着闪电 向他们移动了过来 屋里的电力系统也随之失效了 漆黑中 妹妹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母亲赶紧抱住了她 杰克和父亲来到仓库 想启动备用发电机 试了半天 发现无济于事 就在他们准备回去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团 蓝色的光雾 一个巨大屋的物体 出现在了他们屋顶的上空 二人彻底地被吓傻了 父亲拉着杰克 急忙逃回到了屋里 关好了门窗 此时屋里漆黑一片 惊奇之下 父亲拿出了猎枪 装好了子弹 然后来到屋外 开着皮卡车 准备去找救援 就在他刚上车准备离开时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院子里竟然出现了 好几个跟之前类似的外星人 围住了汽车 父亲拿起枪准备射击时 那些外星人突然不见了 父亲只好逃回到了屋里 透过窗户 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外星人 出现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母亲彻底被吓傻了 他们用床垫和柜子 堵住了所有的门窗 然后静静地祈祷着 天赶快亮起来 父亲在一楼警戒 杰克和母亲还有妹妹 都躲在了二楼 一动都不敢动 母亲问杰克 你觉得人们会相信 这是真的吗 杰克说应该不会 如果不是亲人经历 我看到这样的视频 我也不信 话音刚落 妹妹在另一个屋里 突然诡异地叫了起来 并用拼写板 不停地拼写着 放了他 父亲当即决定 去地下室 放到那个外星人 杰克没能阻止父亲 便拿着相机 就追了下去 然而他们刚来到地下室 屋内的所有电子设备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不停地闪烁着 杰克放下相机 赶紧去帮父母 轰鸣声让他们痛苦不已 就在他们快要崩溃时 声音戛然而止 客厅的电视突然被打开了 播放着一些 关于人类身体结构 以及宇宙和人类 看着似懂非懂的画面 突然 楼上传来了脚步声 这时他们才想起来 妹妹还在二楼 母亲急忙冲了上去 来到楼上 他们才发现 妹妹已经不见了 父亲像发了风似的 对着房体不停地开着枪 杰克和母亲吓坏了 来到了一楼 父亲紧随其后 拿着枪冲到了院里 不停地向天上的物体射击 刚开了两枪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段光束 直接吸走了父亲 母亲痛苦地大叫着 杰克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外星人放倒了 倒下前 镜头里拍到了两个外星人 向屋里走来 其中一个慢慢地 向地下室走去 途中他捡起了相机 好奇地看了一会儿 就将他扔到了地上 到此视频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 根据当年一位奴场主 接触外星人事件 改变的微纪录片 所有场景都是根据 当事人的记忆还原的 他的家人被外星人带走后 至今都没有回来 此事件十年后才被解密 喜欢的同学点赞 关注一下 下期给大家带来 更诡异的遗产事件 我是皮肤 下期见